我覺得這套非常非常美耶 整個穿起來立刻變中國小姐 對 今天很適合我對不對 就是中國小姐 小時候是有學過毛筆的喔 等一下 然後毛筆要這樣子拿 但我很久沒有寫 我現在很緊張 我們今天選在這個大稻城的遊客中心 是我們觀傳局的 那其實我們走進來裡面 就可以發現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服裝類型 可以讓大家來挑 那大家來這邊要借服裝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提前一個月預約 因為這邊太搶手了 怎麼預約呢 那就是我們在這個線上 就可以去有一個租記的表單 可以去填寫 那麼押金只要一千塊而已 然後這個只要服裝最後是完整歸還 押金都可以再退還給你 那接下來就要帶大家看有多少衣服 可以讓大家挑選 金光閃閃的旗袍 大紅色的旗袍 然後再加上配這個包包 這套我覺得這套非常非常美耶 整個穿起來立刻變中國小姐 對 今天很適合我對不對 就是中國小姐 來到這邊就是我們的中藥行 還有這個汽茶店 那個地化街嘛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中藥行 它這邊就設置了一個這種中藥行的櫃台 然後可以讓人家拍照 你看看我這個椅子耶 算盤好可愛喔 然後就可以假裝就是給擺一下 我覺得新年喔 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就好了 所以我想寫一個好字 來送給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好 欸我小時候是有學過毛筆的喔 等一下 毛筆要這樣子拿 但我很久沒有寫 我現在很緊張 學初髮的時候 因為我跟我表妹一起去學 就是大家有看過那個 非常漂亮的表妹 然後啊因為 就是我太皮了嘛 然後我學初髮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電視廣告都會說 那個女生頭髮要越黑越漂亮 然後我表妹剛好坐在我前面 然後我就用毛筆把她的頭髮 全部畫黑 然後這就是沒有人知道喔 回家的時候 然後在洗澡的時候 就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地上的那個 浴室的地上全都是黑色的 然後她媽媽怎麼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表妹才說 直接把她的頭髮全部用墨水畫黑 她說這樣才會很漂亮 然後所以我就被打了一頓 商業處設立的這個攤販區 就是她可以讓民眾寫書法 非常非常貼心 因為大家就是可以寫完 而且不用寫喔 寫完就可以帶回家 那我這個呢 就要送給在現場的觀眾朋友 在現場的民眾 阿齊大利 好 就是希望大家一年都可以過好 我們在立場的部分 會不會有一種 員工人 發展一下 我們會不會打的 我會不會打的 我們會不會打擾